喜有成性魚 那今有賴品魚 兩個都是魚 那過去有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今天也有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你不是說要奉陪到底嗎 怎麼看到的是把腿就跑呢 它甚至讓我感覺看到了 立院猴子的一生 就是直接一個來一個大甩尾 然後就去指控別人 那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都覺得 其實是非常的荒謬 如果今天你能夠好好的站在那裡 把爭議說清楚 記者朋友需要追著你跑嗎 你不敢回答 然後你落跑 然後自己撞到腳架跌倒之後 再栽贓跟誣賴辛苦的媒體朋友 說人家推人 那看到了影片的事實之後 只好趕快修改臉書的內容 那這個不是就是自己也證明了 自己其實在第一時間 誣賴媒體朋友嗎 影片會說話 有影片有真相 賴品魚在繼續造謠跟抹黑的結果 以及民進黨的民代 候選人們繼續上這台車 只會讓他們從一失五命 變成一失N命 其實看到影片非常的清楚 這個就是呢 腳架不乖 腳架欠教訓 腳架一定是這個 中國大陸制的 中共同路腳架 這個真的應該要下去 怎麼可以欺負我們的雲豹小公主賴品魚呢 那我說真的 其實媒體採訪的現場多所推擠 這個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但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做一個立法委員做了四年了 當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政治人物 記者在採訪你跟公眾利益相關的議題 也就是為什麼你一邊過去你反服貌 但你的父親在帶著很多的商人 蹊進到大陸 這樣子的問題你不敢回答 然後你落跑 然後自己撞到腳架跌倒之後 再栽贓跟誣賴辛苦的媒體朋友 說人家推人 那看到了影片的事實之後 只好趕快修改臉書的內容 那這個不是就是自己也證明了 自己其實在第一時間誣賴媒體朋友嗎 我想大家的工作都非常的辛苦 那媒體去採訪的過程當中推擠 其實媒體自己本身的壓力也都非常的大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就是說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政治人物 竟然用栽贓抹黑跟誣賴的方式 來面對媒體的採訪 那我想賴品瑜的不適任 已經展現在大家的面前了 他甚至讓我感覺看到了 立院猴子的一生 就是直接一個來一個大甩尾 然後呢就去指控別人 那這樣子的過程當中讓我們都覺得 其實是非常的荒謬 那我們希望的是可以說清楚 我們希望的是這個賴品瑜可以把 為什麼福茂你在返的時候 你的爸爸還是在帶著商人去西進大陸 以及雲爆能源的一些爭議可以講清楚 賴品瑜你不是說要奉陪到底嗎 結果我們怎麼看到的是拔腿就跑呢 嫁禍小公主啦 因為上一次當這個 在第一次雲爆小公主落跑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同一個記者去做訪問的嘛 所以他當然知道這個記者他的身份 然後他是哪一家的 所以即便他拿了四個不同家 有這個不同家的麥牌 他都可以馬上的辨認出來 所以這個嫁禍小公主也讓大家覺得說 這整場大戲是不是早有預謀 嚴正的譴責民主進步黨 因為媒體的採訪過程當中 那會有推擠的狀況 這是所有我們在前線的這個明大也好 或是政治人物都知道的 你不能在沒有證據 不 有證據對方並沒有 對你有不當之體接觸的情況之下 擅自的去抹回 這個會讓以後的媒體朋友 根本無法去採訪政治人物 如果今天你能夠好好的站在那裡 把爭議說清楚 記者朋友需要追著你跑嗎 根本就不需要 記者採訪政治人物 作為人民第四權去監督政治人物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如果按照民進黨的說法 只要要採訪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接觸到比較近的時候 都是騷擾 都是不當的碰觸的話 那未來說真的 沒有人能夠再去採訪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了 那這就是嚴重的傷害記者的第四權 所以在這邊我想 我們也要嚴正的譴責民主進步黨 明明有影片有證據 可以看到這名記者 並沒有不當的推擠或是接觸行為 卻依然要不按證據 不按事實說話 配合賴品瑜污衊造假抹黑 欺負新聞記者 這是嚴重傷害新聞自由的行為 我覺得他們可能第一時間 還搞不清楚 那大多數的人以為賴品瑜說的是真的 結果看到影片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都傻眼了 原來他們譴責的對象是那個腳架 好 所以我想 民進黨這次的做法非常的荒謬 就他們過去對林志堅是全黨挺一人 然後一失五命 現在為了一個雲爆小公主 用所有的藍勾勾全部下去力挺 那讓大家也想起 過去在陳柏惟罷免的時候 也是一大堆人在底下說柏惟加油 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是陳柏惟被罷免 是林志堅一失五命 那現在是不是賴品瑜的政治生命 也已經岌岌可危 從2012年 2013年到2015年 都有賴靖玲的影子 所以賴品瑜在立法院反福茂的時候 他的父親賴靖玲 是在臉書上面講說 這個福茂 這個他們協會的臉書上面 發表的訊息是說 福茂好可惜喔 在立法院裡面卡關 然後帶著很多的商人朋友 到大陸去做發展 我們一向是支持 兩岸的經貿交流 所以我覺得帶著商人 去大陸發展沒有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賴家的雙重標準 賴家的要拿又要罵 以及賴家現在面臨到 社會大眾檢驗的時候 不願意站在媒體前面 好好地回答問題 而是數次的拔腿就跑 所以我們才說 雲豹公主果然跑得快 我們接下來會拭目以待 繼續推出更多雲豹相關的歌曲 那大家可以這個收看我的直播 那我想雲豹公主這一次的這個 原型避露在大家的面前 大家也才知道說 原來2020年的時候 讓這麼不適任的民意代表當選了 那2024年是一次新的機會 那下架民進黨 讓政黨輪替國會過班的這個目標 之所以它重要 賴品瑜這樣子的素質的民代 顯示在大家面前 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兩個小公主嘛 過去有陳姓瑜 習有陳姓瑜 那今有賴品瑜 兩個都是瑜 那過去有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今天也有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也是一樣 變成是很多的政治獻金 民進黨新潮流派系 很多人都收過雲豹能源的政治獻金 所以我想呢 這個兩個小公主 哇 都是被捧在手掌心裡面 民進黨非常的去呵護 就連今天我們看到了 這個像趙建民好了 原來他還開法拉利 我們過去都以為說 貶家可能這幾年過得不是很好 沒有耶 他還是開法拉利 真正的建民原來是我們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當中 都讓大家感覺到說 兩位小公主過去跟現在 民進黨還是一個樣 而且吳佩儀他當時在下面留言 他是認為說 這樣子是先設計再化吧 還說這樣是消費年輕女性 製造衝突衝流量 怎麼看還扯到女性呢 呃 民進黨什麼事情都可以 喜歡往性別平權那邊去扯喔 那明明就是很單純的 自己撞到腳架跌倒的事件 他可以誣賴 他可以抹黑他可以造謠他可以造假 他甚至可以說是對方對他進行騷擾 那這樣子的一個性別平權 是只是單純利用性別平權 這四個字 而不是真正在做出對性別平權 有貢獻的事情 所以我想影片會說話 有影片有真相 賴皮雲在繼續造謠跟抹黑的結果 以及民進黨的民代候選人們 繼續上這台車只會讓他們從一師五命 變成一師N命 那有必要為了 雲抱這個稀有動物 去陪上所有民進黨政治人物的 政治生命嗎 真的請大家要好好想清楚